我现在来介绍黎曼盒 我们要解说定积分的问题的时候 黎曼盒的观念是很重要的 那么首先的话呢 我要解释什么叫黎曼盒 黎曼是一位数学家 他是一位德国的数学家Riemann 那他的话呢 为了要纪念我们对于这个积分上面的这个观念 所以我们的话就取了一个名字叫做黎曼盒 那么我们现在的话呢 来解说黎曼盒的内容 黎曼盒的话呢 大家看到了黎曼盒的表达的方式都觉得很麻烦 其实它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那么我用例子来解释会比较清楚 来我们来看看一个例子 来我们看看哦 我们用例题来解说的话呢 现在我要制作一个函数 我们假设是Y等于X平方好了 来我们把图形画出来 黎曼盒的意思就是说什么呢 这是Y等于X平方 它的意思是说我们想要算0到1之间的面积 来我们的话呢是怎么样的观念 我们的话呢0到1之间 来我们用一些分割切割的方式 来我们算是继续切 切了很多很多格 来我们一起切切切切 切到这边的话呢 问各位同学 如果说这个宽度越宽 是不是我们的误差就越大 如果我们的宽度越窄的话呢 是不是就误差就越小 最好的话呢是宽度的话呢是接近于0 那么我们这个切的片数接近无限大 那么是不是就接近了这个真实的面积 那么我们来做这个题目 0到1 那观念是什么样呢 我们是这么说的 现在我们来看 假设我们的话呢把这个0到1之间我们切割成了n片 切割成n片的话呢 那么请问一个问题 这个是不是坐标就是n分之一 那么这个坐标就是n分之二 这个坐标就是n分之三 一直点点点点点 那这个地方就是n分之n了 好 我们再继续看下去 那么这个这个点 这个高度的坐标 这个高度是不是跟着这个函数的高度 我们跟着跑 所以这个高度是多少呢 这个高度是n分之一的二次方 第二个高度就是n分之二的二次方 第三个高度是n分之三的二次方 一直到n分之n的二次方 好 我们现在来看 第一片面积是怎么算的 来 第一片 第一片的面积就是宽度 各位同学的话 你要知道这个每一个宽度就是 都是n分之一 都是等宽的 好 那我们再看看高度呢 高度是这个 所以是n分之一的二次方 乘上n分之一 那么第二片呢 第二片 我们的话的依此类推来看 这是n分之二 这是高度 这是n分之一 好 现在的话呢 我们一直到第n片 是不是n分之n 的二次方 乘上n分之一 现在我们把它全部加起来 每一片给它加起来 那就怎么写呢 我们就写法就这样写的 总总和的话呢 我们用一个sigma 就所谓的summation的一个符号 这样的写法就会比较简单 我们把它写出来 这个地方的话呢 是n都是固定的 我们就写n 现在1到n的话呢 一直在变化 所以的话呢 我们写一个叫做k好了 的平方 再乘上 n分之一是固定的 这边k的话呢 是从哪里开始算起呢 从1到n 好 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 很多很多长条的面积 长方形的面积 给它组合起来的 然后呢 我们再这么说了 这不是真实的面积 我们要怎么样才能接近 真实的面积呢 当然 我们是切成了n片 我希望它怎么样 我希望它 n趋近 无限大 如果我们让n趋近 无限大 就代表的是 每一片都非常的窄小 那么整个 这个组合起来的 这个 我们的话呢 就相当于 就是它的面积了 真实的面积了 那至于说 它的计算 我们继续计算下去 来我们来看一下 先不要考虑这个极限 n趋近无限大 为了要篇幅 起见 我们现在把这个 k到n 这个地方n的平方 跟n的话呢 提到最前面 来我们等于多少 等于 来我们看一下 现在的话呢 先别急着让 极限的话呢 让它计算出来 我们就直接把它 这个地方 n的三次方 放在最前面 这个地方的话呢 是 sigma k平方 k从1到n 好 现在的话呢 再看这个 这是什么 这个我们在前面 有介绍 平方核的计算 我们的话呢 也有证明 它的证明 有没有 前面都有解释了 这个的话呢 是等于多少呢 如果同学的话呢 忘记的话呢 可以翻到前面 看一下 这个是等于 前面我照抄 这边是n的三分 三的四方 分之一 这是 六分之n n加1 2n加1 那各位同学的话呢 你们可知 这个的话呢 这边的话呢 带头的是 n是三次方 然后这边有2 这边是三次方 这边是1 所以答案是多少呢 六分之 上面是2 那这个极限 如果各位同学的话呢 不熟悉 我们也可以翻到前面 去看看极限的计算方法 这边是等于三分之一 所以我们并没有用积分 用定积分的方法 算出这块面积 我们的话呢 是直接使用的是一个 黎曼盒的技巧算出来 那么各位同学 这就是黎曼盒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 黎曼盒 这个黎曼盒就是 我们再解说一次 黎曼盒就是 我们把它切成了直条图 切的薄片 无限多片 然后把它组合起来 算出来的这个组合 就是曲线下的面积的一个表达方式 那么我们的话呢 就介绍到这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